看过天龙八部的人一定都知道契丹 契丹的国号叫鸟 所以契丹国也叫大鸟国 是大宋北边的邻居 那么这两个邻居之间一般会聊点什么了 禅院之盟签订后 宋鸟成为兄弟之国 两国之间互动达到300多次 这之间就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我们知道北宋盛场文豪 有个叫牛场的文豪更是了不得 从天文到地理 从数学到哲学 没有他不会的 说这话的是欧阳修 所以欧阳修自己写史书的时候 也常常向他请教 而且牛场在写信回复的时候 直接写答案 什么书都不翻 所谓答之不停手 有一次牛场负命初始契丹 契丹人带着他出谷北口 故意走了很多弯路 牛场是熟知地拟的博学者 就质问对方 本来有大路可走 用不了几天就能到中间 那为什么放着近路不走走远路呢 被牛场一语点破 契丹人心中又是惭愧又是佩服 佩服之余 契丹人向牛场请教一个问题 说在契丹的地盘 如今的北京这个地方 山中生活着一种怪兽 形状像马 却能捏尸虎豹 契丹人不晓得这是什么动物 就向牛场打听 牛场回答说 这种怪兽我知道呀 山海经和管子中都写到过 这就是所谓的博 牛场还向其他人描述这种兽的叫声和模样 大家好 我是老僧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这期主题是送鸟使节的交往和对话 老僧频道的口号是用轻松的姿势讲解知识 这期主题是两国使节中交往中的一些趣事 不过依托这个主题 老僧也会去聊聊被误解的禅元之盟 被低估的宋代风采 不知道你喜欢中国哪个朝代 老僧自己非常喜欢宋代这个时期 因为这个时期无论是汉人王朝还是胡人王朝 无论是北宋南宋还是契丹女真 党向蒙古等北方民族建立的国家 都可以说绽放出了各自的文明之花 产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 例如宋寮之间签订了禅元之盟 两国关系堪称邦交之典范 宋寮因此维持了长达117年的和平 为什么说宋寮成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宋寮是怎么交往的 首先两国定立了一套派遣使臣的规矩 大家一同遵守一同维护 今天你的新皇帝登基 明天他的皇太后过生日 后天你的皇帝颁布新年号 在后天迎新春庆元旦 这些时候彼此都向对方发消息 收到消息的一方也会向对方发去贺殿 影片开头提到了牛场去契丹 他就是受朝廷的委派 去祝贺契丹国母的生日 而这些使节也都有专门的称呼 去拜年的叫做正诞使 去祝寿的叫做深辰使 去发复文的叫做告哀使 去参加追悼的叫做调位使 而且办丧事的一方还会把世事皇帝 或者皇太后的遗物 馈赠给一部分给对方作为怀念 那这些都叫做常使 而对于偶然发生的事件 例如边境起了纠纷等等 则有其他专门使节来处理 就这样协商各种问题 互至年节的问候 喜贺吊丧往来频繁 长期以兄弟之国相称 这在中国古代史中是极为罕见的 可以说仅此一例 因为从周代开始 中越王朝以教化四方为己任 并没有平等交往这个说法 左传中就把周边的少数民族称为遗敌 甚至还说他们是禽兽 是没有开化的豺狼民族 所以中越王朝建立的外交关系 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朝共体系 是四方主人的这种心态 而在北宋跟大辽缔结的这种和平体系之中 宋的经济文化达到了此前未有的高峰 而大辽也进入了他的辉煌时代 目前世界现存最高 而且最古老的多层木结构建筑 是位于山西朔州市印线的印线木塔 印线木塔就是契丹人的创造 而契丹还借鉴汉子 创建了自己的文字契丹文 有契丹在前面做榜样 西夏国、金国和蒙古 也都创建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书法、古征、空侯、乐器、绘画、道教等等 中原文化也在辽国、金国、西夏发扬光大 例如中国现存最早的年画四美图 就是在西夏国遗址发现的 再比如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 很多都是仰慕汉文化的 例如契丹的开国皇帝辽太祖崇拜孔子 他先后在辽国的上京建了国子监 还有辽州县设了学校 来传授儒家学说 又建立了孔子庙 尿圣宗还常常阅读真观正要 道宗也爱看论语等等 在尿道宗时期 契丹以诸夏自称 道宗还说 武修文物 彬彬不亦中华 朱桥扭印坛 忽建似江南 这是牛厂行进到成德县六沟镇的时候 所写的朱桥 身处契丹北国 感觉却像回到熟悉的江南 还有比这更让人亲切的吗 今天的人容易以为宋寮之间 就是战争跟屈辱 其实从公元1004年禅院之盟 到刘长史尿的这50年间 双方已经和平相处了50多年 罢兵戈通商甲 两国之间和平往来 契丹的上层也比较开明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他们也吸取汉家文化 经常有一些汉化的举动 跟宋属于友好往来 堪称友邦呀 初始尿国的宋人 除了偶尔有些心怀感慨 但一般情况下 还是怀着平常心 去看契丹的山水人物 所以在他们的诗中 屈辱悲愤少 心其平和多 要知道 大宋的使臣往返一次 一般需要两个多月 这期间 宋朝的士大夫 有着充足的时间 来观察消化吸收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虽然宋朝的士大夫 初始鸟巢 是带着政治任务的 他们身上负着考察对方 获得情报的这些任务 但这个过程 其实更像是到契丹去旅游 去看望朋友 交流知识 可以说 两国之间的信使 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者 在路途中 宋鸟双方的使者 他们会就很多问题进行讨论 从金石子集到天文地理 从狮子歌赋到怪物乱神 无论是学术问题 还是寻常琐事 他们都可以谈 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 宋朝的士大夫 逐渐了解到了北朝 或者叫鸟朝的风俗 而鸟朝的官员 也更学到了中原 或者叫南朝的知识 我们说一下 宋朝是盛产文豪和学问家的 这里要介绍一下 18岁少年状元王拱臣 王拱臣和欧阳修 是一起赶考的 后来王拱臣得了第一 欧阳修得了第二 这个第一 就是宋仁宗亲自点的 不过王拱臣最先拒绝当状元 因为他说自己考前 恰好做到过这道题 是的 宋代的学子 已经开始有做练习题 做模拟考试这些说法了 所以既然考前刷到过这道题 所以王拱臣觉得 自己的这个状元 来得有些侥幸 宋仁宗已经很欣赏 王拱臣的文采了 现在他又这么诚实 所以更加坚持要定他为状元 并且赐名他王拱臣 不仅宋仁宗爱人才 契丹的皇帝也爱呀 家幼元年 王拱臣拜三思史 初始契丹 大料的皇帝 知道王拱臣是少年状元 所以特意设宴锤钓 每次钓的鱼 就会亲自向王拱臣敬酒 而且在王拱臣喝酒的时候 亲自弹琵琶 奏胡乐 当然 这在拟数上 是属于失去了上下尊卑的 北方游牧民族 心情好爽 喜欢通通快快喝酒 不喜欢讲究什么规矩拟制 酒席之间 只讲主客 没什么尊卑上下 金庸笔下的乔峰 就是这样的人 王拱臣 他们了解到胡人的这些风俗 知道客随主辩这个道理 所以喝酒的时候 也不顾拟制 跟气男人 同坐好饮 勾肩搭背 不说什么外交辞令 而是说一些家常话 大白话 大家坐在一起 这种热热烙的情景 凡是参加过公司年会的人 都应该能想象得出来 不过这种美大美小 妄却拟制的做法 宋朝有些人看不惯 宋朝有个铁面玉石 叫做赵变 他连写了四道奏书 给皇帝弹劾王拱臣 我们也是从赵变的奏书中 知道这些细节的 我们还知道 气男人因为很喜欢王拱臣 把王拱臣叫做王千万 王健喜 也就是看到王拱臣就高兴 当然 像王拱臣这样 能够舍弃拟制 入乡随俗的是少数 多数人出使鸟国的时候 还是比较重视 拟制规范的 不过当气男人热烈地劝酒 大家在酒憨而热之际 就算是平常拘谨严肃的 宋朝官员 也经常会做出 豪情万丈的举动 有个一向 比较冷静严肃的官员 叫陈湘 他在酒后也发出了感叹 但恨饮酒不多呀 好